友情提示 这是2022年最新上映的恐怖电影 改编自美国广为流传的黑童话故事 相传恶魔会在凌晨潜入住户的房间 在人们熟睡时吸取小孩的灵魂补充能量 直到将他们的灵魂彻底吸干为止 故事一开始就是高能场面 男主刚出场就被父亲一枪爆头 但还好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紧接着他发现女儿站在床前 而且还一直死死盯着他 男主问他站在那里干嘛 女儿却始终一言不发 妻子被吵醒朝床前一看 可他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紧接着女儿又缓缓向后退 退到墙壁竟然直接就穿透了过去 男主赶紧跑到女儿房间 发现女儿正躺在床上面 男主问他发生了什么 女儿却说自己被吵醒 而且还被什么东西压着怎么都动弹不得 男主赶紧将女儿送到医院检查 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异常 不过他却看起来非常紧张 因为他在女孩背上发现了几道奇怪的抓痕 女孩身上的抓痕 跟之前一个男孩的症状一模一样 这个男孩最终因精神违离而死 可他身体里却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 凌晨三点男主已经进入梦乡 本来一切正常 可突然 他还以为是妻子拽了他一下 可妻子此刻正处在熟睡中 但他总感觉房间里有人 他怀疑那人是不是藏在床底下 可掀开床单一看 男主又下床准备到外面查看 哪只刚出来门啪的一声自己关上 紧接着楼下又传来剧烈的开门声 似乎有人想要强行闯入 男主狐疑地打开了房门 外面依然是空空如也 可就在他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这还真的是活见鬼了 难道房子里进了脏东西 第二天 妻子跟女儿一起玩游戏 女儿眼睛被蒙上红色布条 妻子抓着她的手在纸上画画 然后女儿要猜出画的是什么 刚完一局妻子手机就来了电话 于是她便走开接电话去了 就在这时一只爪子伸了过来 而且还模仿妻子的声音跟女孩说话 然后抓着女孩的手在纸上画画 女孩以为是自己的母亲 完全还浑然不觉 母亲近来时发现女儿在自言自语 而且纸上的画还画好了 她以为是女儿自己画上去的 但女儿却坚称是她画的 就在她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又传来一声啪的响声 原来是墙上的照片掉了下来 翻过来一看上面还写了字 妻子越来越恐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注意前方高能预警 妻子在厨房正准备做饭 转过身来茶杯却不见了 紧接着客厅又传来一声巨响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桌上的花瓶摔碎了 她还以为是女儿在调皮 只好俯身将玻璃扎剪起来 哪只桌下竟然出现了两条奇怪的大长腿 妻子好奇地抬头一看 妻子赶紧拿起一把菜刀防身 直到丈夫过来她才缓过神来 但丈夫走过去一看 客厅里什么都没有 此时女儿正在房间里画画 窗户却莫名其妙地自动打开了 紧接着画笔又自己滚到了地上 更奇妙的是 女儿画的画竟然自动挑了起来 最后掉到了窗帘上 男主赶紧将门撞开 及时将女儿抱了进来 然而可怕的是 他们在墙上又发现了那句话 妻子吓坏了 赶紧找来抹布准备擦掉那些籽 旁边的门又莫名其妙地关上了 她以为是风吹的 于是特意把窗户关了起来 可就在她放松警惕的时候 房子里的诡异事件越来越多 妻子怀疑他们是不是被脏东西给缠上了 果不其然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女儿在浴缸里玩小黄鸭 一只可怕的利爪却偷偷把门给关上了 紧接着女儿就被拖入了水里 奈何她怎么挣脱都无济于事 发现异常后男主立刻冲了进去 赶紧将女儿给救了出来 但女儿此时已经失去了意识 好在男主发现得及时 最终还是将女儿救了回来 晚上男主又做了同一个噩梦 但这次却发生了非常离奇的事情 她发现另一个自己正躺在床上 尝试去触摸 结果直接穿透了过去 就在她疑惑不解的时候 外面传来什么响动 她赶紧躲到门后面 哪想到竟然进来一只丑陋的怪兽 因为怪兽已灵体的形式存在 所以平时他们看不到她 不过现在男主的灵魂出窍了 因此才能看到怪兽的真实面目 怪兽走进女儿的房间 开始贪婪地吸取女儿纯洁的灵魂 男主赶紧冲上去 结果被怪兽一巴掌拍飞 眼看女儿危在旦夕 男主又勇敢地冲了上去 哪只怪兽直接将她举了起来 然后又狠狠将她摔到了楼下 紧接着怪兽又掐住她的脖子 像灵机仔一样拎到了空中 但很快她又从梦中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男主进入了双重梦境 不过她已经被折磨得快疯了 这是2022年最新上映的《恐怖猛天》 电影中的高能场面不断 全程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谨慎观看 为了解决现在的困扰 男主将他们的经历告诉了她的朋友 其中金发妹非常精通各种灵异事件 她说这种恶魔平时是灵体形态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她的存在 她吸食小孩灵魂的原因 就是为了积累恢复实体形态的力量 而且只有当她处于实体形态 他们才有机会消灭她 她又在女儿床边拉上一条蓝色的绳子 并在绳子上涂满特质的液体 做成了一个简单的保护咒 到了深夜恶魔果然再次出现 保护咒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能量墙 所以恶魔暂时进不来 哪想到恶魔还可以隔空吸取灵魂 他们赶紧将女儿抱到了床中间 恶魔索性将整张床掀翻 保护咒立刻土崩瓦解 然后她又抓住光头黑哥 彻底吸干了她的灵魂 黑哥立刻变成了一具干尸 妻子带着女儿赶紧逃到地下室 可女儿却说恶魔就在旁边 妻子用手电筒一照 但女儿还是被恶魔给抓住了 妻子赶紧冲了上去 恶魔一巴掌将她拍飞 紧接着又向女儿伸出了鲜鲜御手 男主恳求她放过女儿 并且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 恶魔听到后果然放开了女儿 然后坐到男主身上 赶紧用胶带缠住她 但很快就被她强行挣脱了出来 她抓住妻子准备掐死她 金发妹及时出现 一棍子将她敲晕了过去 但恶魔很快又追了上来 还好警察及时赶到 一枪将她放倒 然后又一拥而上 将她死死按在了地上 最后男主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没想到恶魔获得了尸体 战斗力反而变成了弱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